我这个欧阶室是从越南的 在那个珠宝店带来的 就是我用那个月币大概50万 月币50万到底折合台币多少啊 大概700多块吧 700多块啊 所以你们出门是100万 到底有多少钱 你们出门带钱是带这么多的啊 没有啦 就是一张啦 他们钞票面值很高嘛 那你们钞票面值最大是 50 50万 他们钞票面值有50万面值的啦 我们也有50万假钞 有有假钞 然后这个是 我们最大的面值现在应该是2000啦 2000元 我们有到2000 他们现在面值50万 50万那么大 那最小的面值是多少 1000块吧 1000块 但是现在很少 我们没有五块一块啦 最小的面值就要1000了 1000块变成一块钱了 现在已经改掉了 就是我们就用烧票1000块 哦 对然后最大是50万 然后50万 在越南其实那时候我买 可能50万你可以住在那个宿舍 然后你去上班然后住那个 租一个房间这样子 50万你可以租一个多月哦 哦 哇 所以越南的物价是很低的 对我们那时候是很高价啦 好 所以这个镯子 现在是还好 不算是我 因为很少人会拿50万去买这个来带 因为我婆婆也很喜欢是带玉嘛 所以我就想说 买一个礼物送给她 是是是 在越南不流行带镯子 那你送你婆婆的拿来鉴定 最好吗 没有 他我拿去鉴定 他说没关系你就拿去没关系啦 这样子 对我婆婆真的很好 OK 好 所以用越南币50万买的哦 好来 是 来 我们用新台币来建价 新台币来建价 对 好来 来 请建价 3000元 他是一个B货的手机 等一下 你的表情是开心还是 这太惊喜 因为我只有 惊讶 惊讶 就是因为我 3000元是 就是觉得很多 3000元还觉得很gay 这个假如是A货的话 只是台币哦 要18万 真的 所以他这个是假的啦 人工的 这是假的 他是有B货灌交处理过的 有人工处理过啦 对 但是我们那边50万 算是真的很贵了 是厉害的东西才卖到 如果像老人家 如果要买这个袋 可能要买 买大概5万或10万袋而已 就没有 要买到 那不会很漂亮啦 是 所以这是B货里头 算漂亮的B货 是可以的 对 是